今年85了吧 七岁85 舒服的 我看咱这身体平时还 一丑还挺好的呢 身体还行 所以我每天吧 每天反正要走一万步都不费事的一次 有就走倒是擅长的 不是 就是一万步 那一万步 一万步十六里地呗 他们都不劝我 不是 你咋就这么准确能量到一万七八步呢 手机 手机有个 他就那个叫什么 微信运动 微信运动有那个击步的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 昨天能看着走多少步 能啊 这不刚才遇到 这智能手机 就是说现在就走到七千了 这前年 昨天前年的 前天走了两万多步 两万三千 我最大的优点呢就在这 我会搞什么手机 那个扫一扫 收付款 他一般都不会这个 对 我一去了他说 你收付款呢 你别人都不会 像你这么大时候哪有会这玩意的 我说现在吧 要不会这玩意 你就 不能生火了 不能跟十二头鬼 我出门坐车都扫码 我为啥要学这个呀 要不学这个吧 你旅游你啥都摆车呀 我还就为了这个事 我走 愿意旅游啊 我这一提 对呀 就是这个做核酸耽误了 我要不做核酸 我早走了 就为了出去旅游方便 崔大哥不光学会了扫码做核酸 什么网上购物 手机收付款 订票订旅店呢 全都难不倒他 一部智能手机在手 走遍全国都无忧啊 就是咱们全国这个所有的省一省我都给他一首试 就我还有一本十几年 红明诗存 我哥写的嘛 那这个书是谁给你印的呀 给长春那个福音社 您是三八年退休中学老师 教啥的呀 教物理的宗教一级 教物理老师 然后写了一本 对呀 你这不是有照片呢 叫做教物理教化学 完了中校那个教导主人说 你崔洪明呢 是个全能教师 我说怎么全能教师 除了音乐不教 剩我都教 这个实际是续集 这个是一开始的 这是最最开始的 两本没够 没够记录生活 那我感觉了 应该还能继续 红明诗存 应该还能继续再出 是不是啊 对不对 现在基本上一天一个 没啥事的呀 就读个证 就像崔大哥说的那样 他已经习惯了 每天都把自己生活的点滴心情记录下来 点进去他的朋友圈 几张照片 一手打油诗 看似简单的一个习惯 崔大哥却保持了很多年 他跟红娘说呀 人活一辈子 总是要给子孙留下些念想的好啊 还有一个旅游的原因是啥呢 我这还一本 崔氏宗谱 就这个是啥意思呢 我拿为什么去旅游去 旅游的全国调查我们老崔的 进去旅游的家族的 就这么我 这不是还增加点旅游的内容 这不是吗 老祖宗 崔氏大梁大鼓 一个是清河 一个是玻璃 旅游问祖嘛 还有一点他们都都也就佩服我就在这呢 家谱里边没有照片 最后我说啥呢 家谱里基本情况都怕少 我填点照片啥的吧 就这么的 后边填点照片 后我们的老同学也说 我说你这是那个创意 创新没有你这么写家谱的 老话说得好啊 水有源树有根 崔大哥不光是在寻根问祖之路上 有着创新的想法 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他有一个独特的规划 这是我哥哥的独特想法 要为什么给你们打电话 你就说到这了 我找搭伴 我说这个吧 就和你们那个 这个原来不晚 我这个概念和他正相反 找老伴的什么意思 就这里面有区别 找搭伴可行 搭伴过日子 咱俩就搭伴过日子了 就是那个睡觉 洗衣服 做饭 一点关系没有 我关键问题就是 我躺着嘎嘎 结婉躺下 明朗不起来 你给我说打个电话 这就完成应务 找搭伴不找老伴 是崔大哥提出的 觉得最合适他的养老方式 他也明确地阐述了 搭伴和老伴的 本质区别 就是责任 提前把责任说清楚 会省去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我现在是什么观念 就是说是 活着 不给儿女添麻烦 死了以后 不给儿女流罗了 我去搭伴 我去世了 那老孩子怎么办呢 将来我走了以后 老伴的事儿 儿女得经过得负责 那你儿女就儿女负责 他们愿不愿意 经过你麻烦呢 后老伴 所以我现在是 不找老伴 不找老伴 就没有那个责任 我的关键点 就是卡在哪里 我死以后 我不管你 就在这里 这好像太 没有一个 不是什么意思 他也得有这个概念 我也得有这个概念 有什么事儿 儿女又没关系 我丁价看你的节目 都在这儿的 另外你工资跟哪儿管呢 是交给我呀 还是你个人管呢 要有一个人提出 工资谁管 你千万别忘了 我得介绍 我这一辈子 就从哪儿 跟我老伴 开始生活的时候 我的工资 谁都没管过 到现在也是 崔大哥说 或许他提出的这个 找搭伴的观点 短时间内 不会被大多数人所理解 但是这的的确确 是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单纯的就是两个人 互相救个伴 对于大半养老这件事儿 崔大哥说 他提出的这个A制 和大家平时理解的A制 还有些不太一样 并不是我花一分钱 对方就得拿出一分钱 平时两个人的生活开销 他可以全包 但是彼此在经济方面 必须独立 互不干涉 崔大哥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 并不是他在乎钱 相反 这辈子 他还真就没把钱 看得有多重要 这是我个儿的思维 一般人都没这样 我那存责上不超两万块钱 那钱呢 这辈子的钱呢 都花了 我随便就花了 为啥呀 他说 我那老同事说 你别瞎溜达了 你瞎溜达什么玩意 瞎溜达 钱咱得跟你孙子 我说我七个孙子 我说一个人不用多了 你现在万八拿不出手啊 一个人拿十万 我还得七十万 我说哪挣这七十万去 我说我索性 一个人不得 一个人不得 我有钱我就跟你花 我这工作愿意给谁给谁 但我有一个特点 我这亲家谁的还考上大学 赞助一万 这是就 我现在就赞助的 也弄出十万八万的了 所以我这里没钱 这有啥好处啊 这么多个儿女 你知道哪个儿女 什么意思啊 等我死了以后 剩个十万八万的 他们也不得干账啊 你上法院看看去 净这事 但我这话不会有那事 我这个想法 你可能也是第一个遇到的 没有给我这么想的 现在他们都明白 没钱 我爸没钱 崔大哥也知道 他的很多想法和做法 都和别人不太一样 尤其是在他跟身边人 提出搭伴养老的 这个想法后 身边啊 竟然没有一个支持他的 一般人意识不到这点 都用真因为 人家上你这过来 你不给他钱 你不给他吃的 你能到 都这么观念 实际他们的观念是个错误的 还有人往老厨师过来打赌 一个不得有的 你能留那钱干啥呀 就这么的 好友说 能存的也可以 我说能存的可以 这也可以 我这四千块钱 养活一个能存老太太 都过到老的家里 但是还是这个标准 我死以后 你是上兴老院的 你是上哪 我完全不管你 活着不给儿女添麻烦 死后不给儿女流罗乱 是崔大哥目前最简单的想法了 那么家住九台市 放牛沟镇的张海湘张大姐 会赞同崔大哥这个 搭伴养老的观点吗 我问一下放牛沟是在这儿吗 不是啊 那个 我想找一下张海湘 啊 我就是啊 妈呀老爷 你这在这干啥呢 我去到这家问问 我直接给他卖瓜 你问他吃不吃饭 我家就给这家拐过去 那么大的东西上庄了吗 啊 那有个马 你就给他往里进 我到那边就回来啊 你就给这家这一拐 啊 我到那样的就干啥了 有个马是不是 那行的 我等你啊 哎好了 我到那马上就回来啊 张海湘72岁 离异 居住地九台市 放牛沟镇 月收入2000元 住房面积71平米 说来也巧 红娘问路的这位大姐 正是我们要找的张海湘本人 按照大姐的指引呢 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她家的位置 等了几分钟 张大姐也回来了 哎呀回来了 哎呀 不回来吃啊 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你这是宰执女儿 这是我弟的家 这是我那啥 我侄儿的孩子 我家里放进去过 这是我妈家 这是你妈家 你妈跟你弟子一起住啊 见到了红娘 张大姐第一时间就跟我们解释了 这里是她的娘家 她自己的房子在九台市放牛沟镇 这段时间啊 只是临时过来 帮着侄子照看一下孩子 再帮着弟弟打理一下这个家 这不为妈吗 那圈里还有呢 好几个呢 还有一百来个哪呢 包米皮里都是啊 啊就都在都给她 嗯 白天就把她都给她 那个年到包米皮里去 我我我我 完了 我去那去烤吗 那晚上就回来 嗯啊 你除了照顾妈 你还照顾饿 还照顾啥呀 这就两孩子 还有一老太太 九十三了 个屋呢 走不到处待会儿吧 嗯 那就屋吧 哎呀 奶奶好 奶奶好 说什么 那妈就多了 九十多了 九十三了 五年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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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是谁吗 她不知道 我是来来不晚的 电视台的红娘 我妈糊涂 就在红娘跟张大姐母亲说话的功夫 张大姐侄子家的这俩孩子 不知道怎么打闹的 把鼻子弄出血了 好不容易处理完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 张大姐这才跟我们说 她也是迫于无奈才来弟弟家帮忙的 这不啊 前几天跟弟弟上坟去 哪成想路上发生意外 弟弟的双脚都被车压断了 人现在还在医院呢 回来我就上坟了 上坟一下 谁成羊也得腿整蛇了 那个山里 往上山背不费劲吗 一大袋子 我说再往前开一股了吧 就用往前开一股了 开一股了就完了 炫住了 炫住了我们就给子蟹了 然后就上山上坟去了 回来一看我腿压折了 我弟弟就在地上躺着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那也有关系 你要不说能吗 当时人就满意我了 当时说 你要不说往前开的话 我们能往前开吗 何必有这事呢 老实善良的张大姐 至今都在心里自责 要不是当天自己多说了那句话 或许弟弟的腿就不会发生意外了 所以在弟弟住院的这些天 他主动挑起了这个家所有的重担 要照顾好94岁的老母亲 要看好侄子家两个年幼调皮的孩子 同时还得做饭喂马 尽管这几十只大鹅 累得张大姐啊 是天天都盼着弟弟能早日出院呢 你瞅我这哥 这会是那草辣的呀 都是整草辣 那不是嘎了吗 那不是在那一堆的吗 嘎了 割镰刀嘎 这我都背回来的 这背就干活面 从小时候就开始干活 八岁就开始干活 我们家九个小孩 那你不干活啊 你那啥呀 都没念书啊 就干活 就像张大姐感叹的那样 或许这辈子啊 自己就注定是干活的命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 条件不好 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他 只知道帮着大人干活 后来结婚嫁人了 这日子过得呀 也没有一天让他舒心的 不干活啊 这不是他 我是跟他离婚二十多年了 那就五十多岁离得活 对对 孩子都结婚了 就开始离婚了 将就不了了 他什么活都不干呢 都是我干 我就不跟他讲去了 我盯着打工啊 原先我给工地做饭了的 做好年 后来我给金开七菊呢 打他尾声又打他 老多年了 二十多年 如今张大姐 再回忆起过去的大半辈子 她说 自己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在五十四岁的时候 毅然决然地 跟前夫离了婚 之后的这十多年 她靠着打工 攒下来的十万块钱 在放牛沟镇买了一处养老的楼房 如今已经七十二岁的她 并没有太多的奢望 只求能找一个晚年的伴就可以了 因为我啥也不会 我才所以吧 电视你看 不出人的我都不会找 敬得求别人 我现在有个人帮我 找个就是能当家的 就是家里的活啊 或者家里啥事 能有个人能当到家 那对呀 你这一辈子 你也想想服 就啥都是听她的 她当家就行 你就得跟着就行 是不是 对呀 那 现在爷 来 先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位是崔洪敏 崔老师 这位是张海湘 叫什么 妹妹 叫妹妹啊 人自己说叫妹妹了 握个手啊 你到礼物走一走看看吧 没事 爷 你在礼物树啥呀 你就最常该说啊 说啥就完了 来 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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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没啥事 我要说啥 哎呀 我不会 我一打眼 那往来不是有党生意 感官也不行 表达能力也不行 这个妹妹 你家在哪儿呢 帮牛沟的 帮牛沟的 嗯 东湖 对 我去过呢 嗯 去过那儿 在哪儿当老师呢 我是那个二十五宗老师 二十五宗是几家县 现在就几家镇 几家镇 那不是九台市里吗 不是 是那个九台那个西洋镇 这上九台是后来的 啊 就是退休之后 儿子给接过来降水了 对对对 那不相当于 你这一辈子也在农村了吗 是不是啊 对啊 大部分都能存了 我给农村赶大车赶八年 所以生产队的活儿没有我不会干的 我啥都会干 对 要给农村就啥都能干 一开姨那个手就是纯农村干 对对的 纯农村干活 你看那个关键 天天就打草 对对对 这些农村干活儿来 为生物 为马 姨吧 就是头 八宝米 是在农村了 后来的时候上长春 上哪儿 我长春经开期去 打草为生物去 打草二十来年 当保洁 后来到七来岁 你就不用了 想事大了 就这一点就是最不适合我 哪一点呢 就是最能干活儿 最能过日子 我就不晓得了 我这瓜子八十多年多岁 过八十多年日子 我就不想再过日子了 我跟你说 他得高度理解我那个打扮的 这个意思 你像这样的找老伴行 找老伴过过日子 家庭挺好的 我现在不是求过日子干活儿 我就求最后这几年 乐乐呵呵的 这是个好闷闷到时候来 要说是找老伴 谁要找这样的人 那就是万幸的就是 但是因为我这个 我的年龄推大了 不得适合了 所以找搭伴 搭个伴 搭个伴如果相应 这两个人 各方面性格都相应 各方面都相应 这凑在一起来 就挺好吗 就现在我说是 能成为老太太 你这能成为我 这么大寿司 打算来来来就谈一谈 你这就相当了不起的 我得感谢你 谢谢成为我 我没给他伺服 你就不咋了 就抱歉了 不不不 那走吧 那行 那走吧 郑书杰 你早就把房子 过给孙子干啥呀 这不现在不麻烦吗 就我跟他去就过了 要不七大姑八大姨 闹不闹他 你得给他 没有父亲 咱们家也不像人家有钱 到那就能买房子 俗话说得好啊 老儿子大孙子 老太太的命根子 只要一提起孙子 郑大姐这语气里呀 满满的心疼啊 现在孙子已经读到二了 房子也跟完名了 郑大姐终于可以 毫无牵挂的 去寻找那个 能陪他度过晚年的伴儿了 现在我觉得 现在也不给他们 添付单了 但我儿媳妇 说过这话 妈你要找吧 你找 但她欺负你 我绝对不能让 我说你妈 谁能欺负你妈 你还不认为你妈啥物 完了她说 那也不行 那个 你要能跟她过就过 不能过 我那门 春天给你敞 对于找伴儿这件事 张大姐一直都是很慎重的 尤其是到了他们这个岁数 想要遇到一个 无论从生活习惯 还是兴趣爱好 都合适的伴儿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我们的陪同下 张大姐来到了 九台市崔大哥的家 这两个人见面后 又会发生哪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呢 这是崔洪敏 崔老师 我姓崔洪敏 对 这是郑舒杰 郑姨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好 觉得哪好 说说 她这个年龄 77的年龄 身体合成挺好 另外她还比较成熟 社会经济比较成熟 第一印象咋样 还行 行 在这儿就是 挺有寒意性的 这个阿泪吧 这是我 就今天来的这个阿泪 临时写这么点 这有的是出去旅游 什么的 教室节 然后在家包饺子 都能写一首诗 这都是说出去玩的 你看到广东省了 就写一首诗 到海南省了 就好多呢 我也愿意走 我那屯可亲切 抬头就走 抬头就走 对 我抬头就走 假设我今天晚上 现在明天我上班去 明天我吃饭饭 起了就 搭伴 搭伴养老新模式 门当户对 挨一致 下边就不用 下边我啥年 活着那些都不用 活着不给儿女添麻烦 死后不给儿女留罗拉 就这么四句话 我知道就各话各的 是那意思吧 那我接受不了 因为啥呢 孩子一年一万一学费 我三天多钱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干的 这每个月我孙子花多少 两千块钱 就给两千块钱 我没有 都不是她理解 多数都是这么理解 我这意思是 她的工资多少钱 与我没关系 就她这三千块钱 连她本人 全交给她孙子 我啥不管 到我这我还供你吃 你一理解就不错 哎呦一致就得这么理解 你不是怎么说 哎呦一致啊 但是你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到我这儿就不那么个概念 我这就是 假如咱俩牵手成功了 你的工资 你有一百万 你可以处理 与我没关系 另外就刚才你说了 孙子还可大学二年 当奶奶的 或者当老年的 你必须得关心 必须得关心 你怎么伺候 怎么关心孙子 叫孙子来 你给他多少钱 我都全都不管 如果你孙子 要真是大学毕业 考研究生 我现在可 下学期 占住一万块钱 只要在考上大学 就是占住一万 我孙子考大学 我也给一万 能说出来就叫人痛快 叫人心里高兴 确实是人家到头 就是不是那种小气人 我要解决一个问题 大伴 就大伴 就咱俩要结合了 你的自由活动 我一点都不管 你干啥我都不管 不再欺负你呢 所以这些人都不用担心 虽说郑大姐是第一次听到 大伴养老这个想法 不过听崔大哥这么一细解释啊 他在心里也挺认同的 既有了晚年身边的这个伴 又互相有个分寸互不干涉 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 轻松了很多 老头挺有素质的 谢谢你承认我 你别的要求不提 那咱俩得加个微信吧 我就我电话号 那你俩就加上微信 你俩自己私下联系 对 私下联系 我们就撤出了好不好 然后等到说真的有好消息的时候 通知倩倩医生 好不好 嗯 嗯